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盛顿邮报10月5日 原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称 白宫已开始制定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 在旧金山举行会议的计划 此举旨旨在稳定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 此次面对面会谈将是这两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 自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会晤以来的首次会面 该会议上 两国元首都强调了进行面对面外交的重要性 并表示希望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但在拜登今年2月下令击落飞越美国大陆的中国间谍气球后 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 拜登政府官员正在制定亚太经合组织11月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的计划 透露消息的美国官员称中方想这么做 洛杉矶国际机场日前宣布 旅客而无需重新进入航站楼安检 即可自由在各个航站楼间穿梭 但官方表示旅客需要按顺序穿梭于航站楼之间 1号和8号航站楼之间的步行距离约为2英里 与此同时机场还在继续实施更多改进措施 官员们表示当自动客运系统于2024年开通后 人行天桥将在航站楼之间建立更多连接 此外航站楼间的步行条件会变得更好 周围将设有更多购物区 食品和饮料供应商 休息室 儿童游乐区 宠物救助站 以及娱乐设施 菲律宾海岸警队10月6日强烈谴责中国船只 在菲律宾近海的第二托马斯海滩海域进行危险操作 这次摩擦发生在4日 美联社说 中国的海警船和民兵船拦阻并包围了一艘菲律宾巡逻舰 双方对质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 后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成功护送两艘较小的供应船突破拦截 抵达第二托马斯海滩 将食品等后勤物资运送到菲律宾在这个岛礁上的哨位 菲律宾海岸警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表示 多亏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中的一艘迅速反转引擎 否则就会直接撞上中国海警船 避免了一次冲突 当时两件相距只有一米 这是中国海警船针对菲律宾巡逻舰进行的距离最近的危险操作 这是南中国海这个充满主权争议的海域发生的最新一次的海上对抗 主权声索国包括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 这个面积巨大的海域不仅是世界最繁忙的商业海上通道 也是美中竞争的一个热点地区 中国外交部批评华盛顿启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是对中国的威胁 一再警告美国不要插手区域领土纠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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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